一群学童匆匆忙忙跑去上厕所 结果有人上完大号才发现没有卫生纸 这下子就很尴尬了 激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就接到学校和家长方面的反应 这种情况在国中小学也经常发生在学生身上 因此建议由市政府方面可以评估 在市属各国中小学厕所外面 设置公用卷筒卫生纸建立友善校园 学校当然会希望我们学童都会带手帕卫生纸 我们在学校还是会有所谓的不死自虚 我们都知道学童他本身就是比较活泼乱跳的 有时候偶尔会在操场运动打球 突然之间可能急的时候 就不可能到教室去拿这个卫生纸 所以我觉得学校要有一个不死自虚的概念 就在这个厕所的入口处 是不是可以放所谓的卷筒的卫生纸 让我们这些学童有不死自虚 不要说因为突然间很紧急状态的时候 可能造成这个小朋友不方便的话 我是觉得这方面就是要有成 让我们校园能够成为一个友善的校园 友善的城市 不过要如何教育学生 善用公用卫生纸避免浪费呢 卫生纸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一种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没有透过教育的话 学生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 就像我们在午餐里或各方面的一个规则上 或者交通规则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去摸索 那如何让学生去了解说 我们的公务其实就跟我们自己家的东西 要爱惜而不是所有的公务就当成要浪费的一个对象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学习 要如何去教导小朋友 最重要的就是透过初期的劝导 然后初期的去监督 最后呢会慢慢内化到他的一个生活习惯 然后养成那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跟品质 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副议长杨秀玉建议 包括公用卫生纸盒及卫生纸 都可以由市政府方面统一采购 安装在校园里面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到正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